情况紧急警车一路鸣笛 因为前方这辆白色轿车 在国道上大逆向 原本开在内线的轿车 看见前方逆向车辆 急切外线闪过实在吓人 警方也赶紧帮忙挡住车流 原来车上驾驶是一名74岁老先生 以为自己开在省道上 开错路竟然直接回转 在南下车道一路北上 逆向走了六公里路 直到远景南下他才恍然大悟 而惊险画面同样发生在云林 这位阿伯更夸张 大半夜他骑着脚踏车 骑上快速道路 还一路悠悠哉哉 逆向骑在内线道 远景立刻急切上前南人 他说晚上就五六点开始骑 也差不多都这样算起来要七八小时 老先生搞不清楚状况 半夜骑脚踏车 但这可不是一般道路 而是快速道路 幸好远景获报立刻将人拦下 没有受伤 而连续两起国道逆向 最高将被开罚六千元 记者廖文彬 彭俊明 苗栗 云林报导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